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传说他是古代王朝商朝的始祖 诗经《商宋玄鸟》说 天命玄鸟将而生商 这是殷商后代祭祀祖先的诗歌 意思是说天地命令玄鸟生下商的始祖契 传说上古时代 皇帝继位二十二年 李贤下世修身积德 池幽残暴 皇帝为了拯救人民 奋起讨伐池幽 皇帝与池幽熬战于着陆 池幽部队非常勇猛 皇帝久战而不胜 西王母派玄女来帮助皇帝 玄女摆下奇门顿甲镇 制服了池幽 其实玄女来自一个女巫部族 这只女巫部族上之天文下之地底 还会带兵打仗 无所不尽 甲骨文就是他们进行 巫术仪式的图腾绘画的象形文字 大约九千年前 有一只女巫部族 寻着闽山峡谷的崎岖地段 来到成都大湖泊附近定居了下来 原始女巫们运用藏鳌 在属地南方搜寻 取得了天然暴晒的眼块 从此掌握了等同于白金般的神秘资源 于是他们带着珍贵盐块 顺着江水冒着危险 展开了四处千息交易 这就是现今中国南方 所遗存下来的古老商道 茶马古道的最早开端 随着族群繁衍 在污子有限的情况下 女巫们开始往外寻求生路 她们造船来到云梦大泽 在云梦大泽丛林 女巫部族训练野生象群 取得训兽经验的技术 让大象成为最有力的运输交通工具 形成河上靠船屋 路上靠大象的生活景象 汤 商朝开国的第一任君王 本身是一个奇语大巫师 极为灵验 汤这是周朝对商汤大巫王的尊称 但是殷商人对祖先商汤却称作唐 唐自古音念当 就是巫王摇动钟灵 开口畅念咒语已通神明 源于九千年前的原始殷商女巫集团 他们从巴蜀湖冰 寻江到云梦大泽 到长江近海口 再登陆北方 东北方 最后如主中原 一路发展建立了殷商王朝 巫是他们的生活中心 每个人都是透过巫师的眼光 来看世界过生活 他们更发展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硅甲占卜 记录下他们神秘而生动的占卜与生活面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零物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零物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